509大选前,我用了一个口号叫以名为本,勤力勤力 到今天,我还是支持这个理念 然后,如果讲大选前的话,当然它的转变就是我们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在服务方面的话,要叫官员做东西,还是有可能性的满度 然后大选的时候,全家人包括朋友,包括助学人员,大家都付出 到今天,他们还是有在支持 然后做了政府过后,我们要做的东西很多 然后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制度上面对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要改革的东西,承包商的问题,承包商的态度 官员的想法,官员的不配合,这些都是一个挑战 当然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改进了,或者是改善了 然后还是有很多,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就要告诉我们的新政府的官员,他们要配合我们新政府的角度 然后可以的话,就是要做到最好 然后选民的投诉,不能够执直不已 我们发现到有很多时候,他们就是草草了的事,或者是应付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,我们会多加能力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主意的问题 我们在一起拿来,拿来,把这个团队都不敢 那我们是为何我们有的合担 那我们这个团队,我们一个人都不敢 这边的东西... 我们要把这边的东西再偷看 就是如此,我们没在带来 我可以... 我们在这边的东西 现在找到这边 谢谢大家